学校上下课期间 都会有许多家长来接送学子 而学子是未来社会的主人翁 更是相当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为了保护学子的安全 县远德振严以及其他志工妈妈 每天早上都会与德兴国小门口 来做交通志工 维护学子上下课的安全 我们要非常感谢德兴的 所有的交通导户志工 尤其我们学校旁边 就是我们南投县第一大的国中 学生数相当的多 那中心路的整个的交通状况 也是非常的繁忙跟拥挤 那众多的学生的上下学安全 除了老师之外 我们更感谢这一些交通导户志工 不分晴天或者是下雨 早上或者是傍晚 都给学校 也给这些学子 提供最好的安全守护 县远则政也表示 学子是未来社会的独人翁 而为了维护学子的交通安全 都会来德兴国小当交通志工 长年不断共十多年 也在此呼吁学子们 绝对不能够闯红灯 要遵守交通号制来行走 避免发生交通意外 我在我们的德兴国小和德兴国庄 这些交通志工已经从92年 做到这档金兼金 有超约15年做游戏 我们可以说 数十年如意是 可以说每天都来我们这儿 给我们的孩子 顾好安全 因为孩子就是 我们国家未来的主持人 一定要顾好安全 我在这里向我说 我们所有的学生 一定不能重复 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 所以说 我们顾好安全 所以我都回去 在我们德兴国小和德兴国庄 这里 带这些孩子顾好 学子的交通安全相当重要 而难免学子在路上 都会互相玩耍 忽视两旁来车 以及交通耗制 为了维护他们的安全 先议员曾这一年 也当起交通志工 并呼吁学子 要遵守交通耗制 避免发生憾事 记者出品君 南投台方报导